Cincia,很多人都有吃宵夜的習慣 尤其是我們這些要在晚上工作的人 我經常都要補充一些能量 但其實吃宵夜是否一定會很肥呢 很多時候我們宵夜的定義就是 晚餐之後那一頓 他們就會當是宵夜 但宵夜是否真的會令到一個人肥呢 其實就要好視乎你當日的配額用盡了味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成年人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一個配額 什麼配額呢? 就是一個熱量上的配額 譬如像你這樣 我當你一天需要1500卡路里 但你想想 如果我早五萬三餐 其實我已經完成了我今天需要的1500卡路里 之後我再吃宵夜 就是糖水可能是300卡路里 你就會每天額外攝取多了300卡路里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會肥 但是相反 如果有時候情況是我預計在內 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兩夫妻或男女朋友 有時候男士可能很夜放工 但女生又想等老公一起吃點東西 但他7點多又自己覺得肚餓 他就會把自己一天的配額分散 他將他的晚餐 可能是晚餐應該要500卡路里 他就將300卡路里 就在晚餐那裡吃 留下200卡路里 就跟老公一起吃 這樣的宵夜 他就不會肥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說 其實一個人會不會肥 和時間 什麼時候吃東西 是沒有關係的 主要是跟他那一天裡面 其實有沒有完成到的配額 或者是吃多於配額以外的東西 這樣才真的會肥